哈喽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话说在斗罗大陆当中,大家对五魂殿的种子选手都期待已久了 胡莲娜更是万众期待,直接和哥哥协月合作 两个人之间拥有五魂融合剂妖魅 这个技能一出来就让人惊呼不止 协月和胡莲娜合体之后,成功地开启了一个带有魅惑技能 和降低敌人50%攻击力和反应能力的外挂 基本上在他们的攻击范围内 很少有人能够突破他们的精神控制和躲避协月的攻击 两个人轮番解决了对方七个人 并且十分轻松的样子,让人觉得实力可怕 而玉天恒他们本身实力等级差距就很大 而且他们的战役也不够强 即使是被唐三击过之后 玉天恒想要好好比一场 但是对方直接释放出来的技能 却让他连对手的脸都看不清 甚至在战斗的过程中 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输掉比赛的 就直接被踹出来晕过去了 即使是独孤燕和玉天恒联手 也没有办法抵抗胡莲娜和邪月的五魂融合剂 所以最后只能输得一败涂地 好了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欢迎订阅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吧